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他 这应该是被麦凯西就是美国议长任命的有关这个委员会的领袖 委员会的主席 那他在陈述当中呢 讲这么一段话 他提醒所有这个众议员的议员 提醒所有众议员的议员 中共跟中国人民是两回事 是两回事 给人类社会带来最大灾难 对美国最大威胁的是中共 而不是中国人民 这应该是在美国国会当中 我们听到比较就是非常清晰的直接了当的这一份区别 那就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觉得非常感触 我个人觉得蛮感触 中共是中共 中国是中国 那中共国分不清楚 后来我们节目中出了个词叫中共国 那很多今天中国人呢 很多在社交媒体上都用中共国这俩字 这几个字 所以这是一个 在中共是中共 中国是中国 我大概分别十来年前就开始给它区分 挺不容易的 所以人们事情知道真相是需要时间的 人们去改变自己的观念 同样需要时间的 在某种程度上自我救赎 我自己愿意把它看成叫自我救赎的那种 那种 那种 只能说那种缘分 我找不着别的词 也不好说人谁对谁不对 相当不容易 那这是有朋友转推了 而且把它翻译成中文了 那翻译成中文 那老外在在他自己的 在众议院的地面上 公开去讲述这样的话呢 真的不容易 我只能说不容易 但是如果从真正让人们知道真相 就是真 最真 真实的东西呢 是最大善良 真的是需要一份坚持 我只能说需要一份坚持 这一份的描述对于我个人来讲 没有任何新意 但是在今天的美国国会 以这样的方式去表述了说 又被人们推崇为 这是一个很大的新闻 那而大家知道 而这描述的人呢 实际是共和党人 那共和党人在这样的成立的过程中 调查的过程中 麦凯锡昨天再次声明 要一定调查中共病毒的来源 那都表现出在美国的体制当中 美国的体制当中 同样的有着非常深刻的政党分歧 那这一份政党分歧 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可能这么分歧过 也可能有 但是呢 在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这两三代人 我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分歧 那这么大的分歧 里面有着很特别的东西 左派的生命基础是中共 但是呢 它现在表面上的表达又是反共 那是跟利益的基础上反共 那而反过来在共和党当中呢 有它保守的成分在里面 传统的保守成分在里面 所以它强调东西呢 都是一种相对很 就是相对精神一点层面 对很多人来讲 可能会觉得什么中共不中国 中国不中国 无所谓 对不对 无所谓 但是 为什么无所谓 在利益上当然是无所谓 中国是谁 中共是谁 你能分得开吗 你在利益的角度来讲 你就很难分得开 就像今天 你说习近平是谁 共产党是谁 所有人都会把它当成共产党 对吧 所有人 全世界所有人都把它当成共产党 但是 我在我们看到的反习 中共党内的反习势力的一切 埋怨习近平一事无成 十年来主政一事无成 没干成任何一件事情 在讲他是个笨蛋的时候 你在保共 你骂习近平是笨蛋的时候 你在保护共产党 那他笨蛋的一切 不就是今天共产党的命运吗 他习近平笨蛋的一切 不就是今天共产党的命运吗 他什么事做不成 不是就是为了最终 什么事情都不成 却是把共产党毁了吗 那你还不去退党退团退队 你骂他笨蛋你不就保共吗 就没有这么一点点分析的能力 去骂李 去引用了李锐的话 假说没见过这么小学生的 然后你去嘲讽他 你嘲讽他小学生 共产党能把小学生当到走到这步 小学生能把那些所有屁 一堆的屁全给他扔到厕所里放屁进来 他不是本事吗 就没有 就没有 所以就是生命的基础 骂他的人都是说自己牛叉 是因为自己后头有八个屁在那放着 对不对 所以你骂他笨蛋 去嘲讽他是小学生的时候 说你有本事 你有本事你听他喝 你有什么本事 比尔盖茨是辍学的 大老板的太多人都不读书的 你想过吗 中国的原来的首富黄光玉是在那倒电视的 开玩笑才 那马云是做英文老师的 所以根本就不是 你写程序的 你永远是人家的干活的机器 所以那为什么他命运 就这个就很不容易的 所以这是我个人感触的 所以他就讲述了 他说希望两党民主党共和党 有一份共识 我们这份共识是什么 中共是中共 中国是中国 我们今天要坚决反共 我们要对待 我们要对抗中共 因为中共是美国国家最大的威胁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Chinese people 所以这是这位主席 这是这位主席 结果在今天早晨 在今天早晨 麦凯西 麦凯西呢 他们也没休息 麦凯西呢 直接就希望了呼吁 呼吁共和党人呢 能够 而且他说是个好消息 共和党人能够 对不起民主党人能够参与共和党人 共和党 那来一起呢 能够树立一条法律 禁止中共国购买 禁止中共国购买 有关美国的能 相对的能源等等 这是麦凯西今天一大早在他推特上发的一段话 应该是见记者 这个corner就这个环境是记者呆的环境 所以他呼吁呢 共和党民主党人能够 民主党人赞与了共和党人的一份提议 投票禁止美国把战备 就是战备储备石油 战备储备石油 出卖给中共国 那其实呢 他的整个故事就是包括石油设备 包括与石油相关战略石油相关的一切 都禁止向中共国出售 那这里面有一个暗台词 这里面有一个暗台词 这里面的暗台词就是在打击拜登家族 大家知道2018应该是20162018 那在中共国呢 亨特拜登 亨特拜登跟这个叫什么华运 华什么 叶简明 中间签了很大的合同 那最终这件事情应该是没有做成 但是叶简明却给了 却给了这个亨特拜登几百万 在亨特拜登 作为前客 要把叶简明的买卖 搭进美国来 其中很大的一个许可 就是允许叶简明购买 美国的战备石油 甚至包括石油相关的 与石油相关的战略设备 就是开采设备相关技术 这是一览的 甚至可以允许 这个叶简明来购买美国境内的 这些油矿 彩油的这些石油与石油相关的设备和战略设备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都在亨特拜登的电脑盘里面 那他的谈话记录 Email包括电子邮件 包括这个手机的短信都在里面 所以麦凯西确实是一个 那是一个娴熟的一个政客 那他在讲 他没有谈我去如何打击 就是如何来查询亨特拜登 查询亨特拜登 是他一个很大的政策 但是呢 我先去投票 反对保护美国石油 保护美国的设备 中共是最大的 对美国最大的战略威胁 不是中国 中共是最大战略威胁 那石油储备 石油的战略相关的一切故事 那我们要颁布法律 所以他在颁布这么一条法律 在颁布这条法律呢 他之前曾经呼吁过参议院 能够通过这条法律 那他现在作为这个好消息 那好消息的说法呢 应该他讲说民主党人已经跟共和党联手 投票来禁止 来禁止今天的美国总统 把美国的战略原油出卖给中共国 那他说现在呢 作为这个文字写的 现在作为参议院 你要做出一个决定 对这是一个非常common sense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懂得的这么一个策略 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他 所以参议院他呼吁参议院 实际参议院要要投票 他呼吁参议院要通过他 然后把他放到总统的桌子上 所以这里面呢是一个common sense 就是大家都知道中共的威胁 但里面却直接表示了对总统的嘲讽 既对总统的嘲讽 也是对总统的考验 因为亨特拜登的一切 跟中共国所做石油的一切的东西 都在起录 所以这是蛮有趣的 但是呢 这就是 其实他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提出来 今天的拜登家族 跟中共政权之间 到底有多深刻的瓜葛 拜登家族 有多深刻的家族 而反过来呢 也就证明 美国众议院在共和党取胜之后 非常有效 直接有效的 能够利用他的政治手法 政治手段 去阻止美国再进一步衰败 我愿意把它看成是这么个故事 阻止美国进一步衰败 这是他真正 真真正正的意义 但就是阻止了 所以这就会看到 在美国的社会 阻止中共政权衰败 这件事情 如果成功的话 就现在基本成功的话 也就说 我们从2020年经历过的灾难 在逐步走向尾声 2020年中共大病毒 先出来的 然后现在中共病毒 已经回到家了 对不对 已经回到家 这是很准确的 所以在中共病毒回到家之后 然后我们看到的 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众援 共和党获胜 极其艰辛的数字 获胜 那极其艰辛的故事 是不让他 你可以理解 你可以不理解 不让今天的美国社会的人的力量 能够对中国 能够产生什么更大作用 这话怎么说呢 有时候朋友不太爱听 就是说 他的今天众愿获胜的结果 使得川普的 让美国再伟大 完全靠党派人的力量 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受到了很大限制 就像你现在根本看不到 说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会 根本不是 那天意是天意 所以但是 共和众议院的 共和党又获胜了 在这种交割的过程中 共和党获胜之后 他就阻止了美国的衰败 而美国的衰败是起始于什么 起始于在大疫情的背景之下 2020年的美国选举 2020年的美国选举 产生的作用是2021年的 1月6日 1月20号 那2020年的 1月20号的 1月份呢 那到了2023年的1月份 我们看到了众议院的改变 那众议院的改变 就在推动着 无论拜登家族 与中共有多大瓜葛 但是呢 实际的状况 却遏制了这一份瓜葛 将给美国带来 美国社会带来 任何更深的伤害 给阻止了 所以2020年 美国选举 所带给中共国带来的伤害 给2022年美国选举 给美国带来的伤害 从现在开始停止了 这是天意 在停止之后 在美国社会出现 就是我们看到 整个美国所倡导的 西方社会倡导的 对付中共病毒的做法 对吧 我们就说是屁 对吧 屁药 屁 那现在同时间 昨天晚上 前天到昨天 猫王女儿的死亡 引发出人们的反思 然后美国的药检局等等 就开始 就是已经提出来要查了 已经提出来要去 到底这东西会带来什么样 给人们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整个的治疗手法 是在中共病毒的 本身当中的第二件事情 那福奇 核心人物福奇 跟这个马斯克出现了冲突 因为马斯克释放了福奇档案 那福奇说 我推特上没有账号 我什么都没有 你那是胡说 那很显然 福奇跟治疗手法 跟我们看到的西方的一切 推到台面上来了 这种推到台面上的故事 时间点 对不起 时间点就像美国中期选举 所以应该是 当有关治疗手法的真相 完全被人们披露 出现一个结果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会看到 很快就会看到 俄跟乌克兰的战争的一个尾声 所以这是在大疫情背景之下 三件事情 而大疫情完全回中国了 完全回到中共国了 它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 结束 整个2020年带来的伤害的一切 包括诱发出的三件事情 以中共病毒的 中共的完全的崩溃 从而结束 看到三月份 说句心里话 看到三月份 三月份 习近平在两会当中 会做出什么 天象中会表现出什么 我个人的看法 我个人的看法 我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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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见了